今天很高興邀請到樸實購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 林坤平 Simon來接受我們的專訪 Simon 你好 你好主持人 你好 Simon 你怎麼會想要從科技業轉回家裡 接手家裡的那個事業然後開發這個硬家果油 喜新動念是什麼 因為本身 從我本來就想說在我本身學的是 大學學的是器官 研究所是資訊管理研究所 所以跟我 之前在台北 從事的科技業是有相關性的 那我也覺得我的求職生涯就是都在這邊 工作上班 然後退休 那當然因為 人生的 因緣際會 你會走人生走到哪一個路 會是一個 插路你不曉得 我們就順著這條路一直走下去 因為幾年前父親 離開之後 留下了一塊山坡地 在花蓮域 因為荒廢很多年 整個都 年久失修 變成一片的岩石林 那 感念 父親對這塊土地的熱愛 所以我在想說那 既然交到我手上 我也不要讓他荒廢 所以我就 想說要 一然決然就很像 回來整理這塊土地 這樣子 那怎麼想要去摘中印加果 是 那因為 摘中印加果是 我本來 起初的想法是 我想要摘中的是 苦茶油 因為小時候我印象中 家裡 種了滿三片 都是苦茶油 我小時候 那我們也都是 喝苦茶油長大 所以我對於苦茶油有一個 慕名的親切感跟好感 那我認為苦茶油是一個好東西 對 對身體很有幫助 而且老一輩的人 都是這樣講 所以我一開始想要種就是因著苦茶油 但是因為 我在那個時候 在分析 一些苦茶油的一些市場的價格行情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近幾年來 苦茶油的價格是一直不斷在衰退的 那當然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本身 進口的苦茶油 多 不管是進口的豆子 或者是進口的油 那另外一個說苦茶油它的成分 它本身就富含Omega-9 那Omega-9 有一個 有一種油跟它非常接近 而且成分也都是 Omega-9都佔了80%左右 那個就是所謂的橄欖油 所以既然 它的強項是在Omega-9 佔了將近 80% 那橄欖油也是這樣 那大家 就會有一個替代性 我可以不喝苦茶油 我喝橄欖油 因為西方的橄欖油也很多 那品質好的 或者價格便宜的 都很多 對 所以骨茶油在台灣 這個產業是越來越 價格 是越來越下降 那 硬加骨也不一樣 那時候我在分析的時候我發現 還有一個新興的作物叫硬加骨 硬加骨 那硬加骨 它富含的成分跟骨茶是完全不一樣 它是Omega-3 Omega-3算是對人體也是非常有幫助的 不飽和脂肪酸 重點是說 Omega-3它是 人體必須的脂肪酸 所謂的必須脂肪酸就是說 它人體沒辦法自己產生 它必須要靠外來的食物的 的萃取 這樣子 所以像人體必須的脂肪酸有包含 Omega-3跟Omega-6 那我們常常 我們常常都會攝取到Omega-6 但是 常常就會 非常欠缺Omega-3 因為Omega-3可能要在 魚類 裡面去攝取 所以一般人 在你的飲食習慣比較少去吃到魚 或者是足量的 魚 去萃取到Omega-3的成分 人體是這樣 如果說 因為它叫做必須脂肪酸 就是說 你沒辦法自己產生 Omega-3跟Omega-6的比例 最好是能夠 1比1 如果說你 1比4還勉強可以 如果你 超過1比4 甚至到1比10幾 1比20 Omega-3太少 Omega-6太過的時候 你身體會產生一些 發炎的狀況 你可能因為這樣你不知道 所以有些人 身體健康出了毛病 或者是肥胖 身體發炎 肥胖了 他以為是 他吃太油 或者是等等 事實上不是 可能是他的 油的 攝取 不夠均衡 不夠均衡 對 不夠均衡 因為你看Omega-6的油太多 包括你想得到了 我們都覺得很健康的植物油 什麼葡萄籽油 然後 然後一些什麼大豆油 黃豆油 花生油 葵花油 這些都是很健康 你認為很健康的植物油 有人為了健康都吃植物油 不吃肉類 動物性的油脂 但是這些植物性油脂 它都Omega-6 你攝取多了反而 3跟6失衡之後 反而你身體很多的問題都出來 那事實上不是 其實你應該就是要調整你的油脂的攝取 因為對 以人體來講你的最主要的三大的營養素就是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碳水化合物 第二個是油脂 第三個是蛋白質 那一般人都 以前人的觀念都會說我要少油少鹽 我為了健康我都少油少鹽 事實上那個觀念現在已經 幾乎被漸漸被退翻 油脂很重要 當然油脂很重要就是說 對 只是你要攝取到好的油 而且是有用的油 是 你身體需要Omega-3 你一直補充Omega-6也不對 對 所以這個觀念是現在人漸漸越來可以接受的 Simon 那為什麼你們要取名叫 菩石垢果 因為菩石垢果有兩個意義 一個是 字意上的意義 就是說 菩石建垢每顆果實 那當然我們是農民採家班起家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理念就是這樣 菩石建構 每一顆的果實 那當然從字音上面 我們本身 我們這個品牌 創立在花蓮玉璃 玉璃在日曲時代的舊名就叫做 菩石垢 所以在 菩石垢 產出的果實就叫菩石垢果 這個就是我們當初在 在創這個品牌想到的是這樣 所以它非常有 在地原創的意味 菩石垢果這個品牌的經營理念 所以當初的經營理念跟核心價值是什麼 是 我們的經營理念是這樣 因為 從 2013年的 滴溝油事件之後 大家對油品非常的重視 政府的把關也非常的嚴重 但是就是說 我們知道我們從花東地區 花東種古 花蓮南區這邊摘種出來印加果油的品質非常好 我們的經營理念就是這樣 我們把這個好的油品健康的油品 能夠推廣給國人使用 然後也提升國內的油品的 自給率 因為 以目前整個台灣的環境來看 對 實用油 國人的實用油 大部分 80%以上都養來進口 反而國人自己在地生產的油品 的 的這些自給率是相當不足的 我們既然生產出這麼健康 有營養價值的油 我們也希望能夠 推展給國人 提升自給率 普及率就對了 對 沒有錯 那咱們其實坦白說 在台灣其實印加果油品牌很多 對 那你覺得 你們POSE GOGO這個品牌 跟一般的印加果油 你覺得最大不一樣的特色在哪 最大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第一個我們在地 因為很多進口的油 進口的印加果油 它在產地 怎麼樣蒐集 然後蒐集時間多久 然後蒐集到一個量之後 再來統一通過 貨運到海關 那在海關上面可能又要一個月兩個月 所以真正從國外的豆子到台灣來 搞不好你實際拿到的豆子都已經半年以上 會這麼久 會 因為從產地又要集中 它不是採了之後馬上就送貨櫃 它一定要集中到一個量 對 然後又要保存 然後集中 然後上海關 光海關就可能就要60天左右 那在海關裡面 現在冬天還好 如果是夏天 搞不好海關 那個船艙裡面溫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們說我們跟別人最大的特色 尤其跟進口 第一個我們就是在地產 就新鮮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我們是在地產以外 我還是有一群專業的 印加果農 我們組成的一個產銷班 來集體管理 然後產出的豆子 那品質就能夠 更有把握 因為我們會 針對班員 的生產的 的區域 我們會去巡視 我們去做管理 我們整個都是朝向有機的 政策去推動 如果你真的還沒有有機 至少 我們也要求你絕對不能有打農藥 有使用化肥 對人體有害的 是 那因為我是產銷班 我有辦法去管理 但是如果說以 台灣很多 有一些在地的 的品牌 他也不一定是 他有一個組織的產銷班 他可能就是小農 那可能合作社 他可能會去幫你 去跟你收購 或一些商人 盤上會跟你收購 但是這個盤上收購的 這個豆子 到底小農是怎麼摘農 他也沒辦法管控 生產的過程有沒有問題 你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最大的特色 第一個在地 第二個我是一群 有組織的產銷班 來做生產 品質就比較保障 比較保障 就等於從源頭開始生產的時候 就比較有在控管 對 那你們好像不只除了油之外 是不是有開發一些其他的一些 複膚複法的產品 是 印加國油在 國外的應用是這樣 除了油對人體很有幫助以外 吃的以外 那我們本身也開發出 跟國外養物開發出一些 對人體皮膚有幫助 因為印加國油它最主要就是 抗氧化 然後 就是可以 就是對人體 皮膚是非常有幫助的 皮膚也有幫助 抗發炎 對 所以我們研發出來的洗霧用品 這是目前我們初期 就從 洗頭髮 然後護髮 然後洗身體的沐浴乳 到 護膚 身體乳 然後到洗臉的結顏慕死 對 然後頭皮保養的 蓬蓬水 然後還有就是 我們也因應一些 一些 人的需求 我們也開發出一個 他的成分 成分包含了什麼 艾草磨草 檀香 塵香 等等的 那些 他等於是 近身路 就是他可以 做 假設進化你的身心靈 這樣子 那當然就是我們所有的洗物用品目前大概有七八種 那我們最主要是說 以印加果油為基底 然後再去融合我們花蓮 當地的一些 農產 然後去強化他的功 功效 比如說 比如說我的洗髮乳 我就是印加果油 再加我們玉米的茶素精油 茶素 可以 抗穴 控油 強化他的功能 那另外又比如說護髮的 我們就 我們就用印加果油再 添加我們 赤克山或瑞穗的 蜜香的紅茶 能夠強化把根 這樣子 那 沐浴乳就是印加果油再加瑞穗的 文蛋的精油 等等 這樣 那結眼慕食我們就添加了 我們花蓮鳳林的 蜂蜜 可以有滋潤 保濕的效果 這樣子 對 也跟在地小農結了 都跟在地小農結了 跟花蓮在地的小農 就像我們的頭皮 養護了蓬蓬水 對 我們就是添加了 河手屋 等等的一些 對頭皮保養有幫助的一些元素 這樣子 那當然我們現在 從人吃的到 人皮膚用的以外 我們 其實也推出了 寵物用的 又開發寵物用的 又開發寵物用的 我們有開發寵物用的一些 尤其我們針對 寵物的市場 我們也覺得 很樂觀 也很期待 貓海市場 對貓海市場 事實上在台灣 你是漸漸的一直在 蓬勃發展 那因為它適合人用 它也適合寵物用 所以我們也有開發了一個 那個貓海洗蓬蓬的 這個產品 但是我們成分有各自不同 因為你 洗身體的洗頭髮的 或是 身體各不會保養的 成分不一樣 但是我們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共通的 有一個共通的 的一個四大宣言 我們講四大宣言 就我不添加 不添加 細菱 也不添加一些 螢光劑 那也不添加一些廉價的起泡劑跟 防腐劑 那我們的整個的成分都是符合 歐龜的 的一些配方 我們就是 採用低敏溫和的配方 這是我們整個目前的洗腹用品 既然要用印加果就是從健康為出發 不管是你是吃的用的 從健康出發 然後我們也要 讓能夠老人小孩都能夠用 所以我們洗物用品一切都是 第一名溫和配方 喔好 Simon 你們不是夠過 他這個品牌未來的一個 短中長期的規劃是什麼 短中長期 短期部分當然就一開始 我們是先 七分產人 然後三分品牌 我們以農民 輔導農民栽種出好的印加果 品質先顧好 然後讓農民的印加果的產量有一個 規模的一個經濟出來 這是短期 那中期的部分我們發展品牌 發展品牌事實上我們也事實上在做市場的 淘汰跟市場的教育 讓市場漸漸知道印加果這個 這個東西 對人體什麼樣的幫助 那相同的我們也要努力的生存下去 做市場淘汰的同時 就像我們之前三年前 公司品牌剛成立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做過試調 在國內的印加果 從進口的跟台灣的本土的 加價大概六十幾個品牌 但是三年後到現在 了不起剩下30家左右 就是在做市場淘汰 那很慶幸我們也 存活下來 那當然我們就是 中期的目標是說我們要成為台灣的 本土的 印加果的 領導的品牌 甚至是第一品牌 那長期的話 當然就是說 雖然是以印加果有起家 做很多印加果有相關的 創新的應用的產品 但是我們不會 只有做印加果 我們會把整個花東地區比較好的 農產品 我們也 漸漸的把它推廣出去 從 產地到舌尖 推廣給消費者 是 那當然我們這些產品 不管是農產品 還是我們印加果有相關系列的商品 我們也都希望 除了在地以外 我們漸漸把它推廣到 國際區 這樣子 這是我們的一個 長期的目標 最終目標 對 最後想請Simon 因為現在很多人對創業 也有熱誠跟他的夢想 如果說他們想創業的話 Simon你會給他什麼的建議 我認為是這樣 我們常常都會 鼓勵一些書上 或者是 一些媒體都會講到一些 創業成功的例子 那我覺得對於年輕人來講 如果你想創業 你可能要想一下 不要只看到人家 創業者 成功豐功的一面 可能要去研究一下 他背後的一些 辛酸跟努力 對 那我認為啦 一個年輕人如果你要創業 至少要 三個 具備三個元素 第一個就是要有熱情 如果你對你要創業這件事情 你必須要喜歡它 而且 有熱誠 你對這個事物是非常有熱誠 那你才會不斷去鑽研 是 那這是第一個先決條件 不要想賺錢 因為如果你創業只是想要賺錢 我認為還是 務實一點好 對 這是第一個要有熱誠 第二個就是說 你必須要一個核心的理念 那為什麼要這樣講 因為你有一個核心的理念 你才能夠聚集 一群人跟你一起打拼 就像我們古代在打江山 立場立在 開國的 開國的 這些人 一定都是一群人在一起打拼 不會是一個人單打 對 那用現代話來講 我們常說 一個人走得快 一群人走得遠 所以 你必須要有一個共同的理念之後 你就能夠聚集 一起 跟你一樣的 中心思想 一樣理念的人 跟你一起打拼 這是第二個 那當然第3個是最重要的 那我認為也是最困難 就你要創業 必須要忍受孤獨 就像 就像你是一個創業者 你可能就是一個火車的 火車頭的司機 是 那你車上跟著你的都是你的 跟隨者 那你們開在 這個火車開在一個隧道裡面 還沒走出隧道 可能就有很多人 就會開始 焦慮 然後 會不安的問 說那我們什麼時候可以走出這個隧道 那你可能一方面要安撫這些人的情緒 安撫這些人的固憾 你要固著車子要很安全 不斷的往前 前進 那事實上你在安撫他們這些人 在兼顧到整個車子往前進的同時 你可能不知道我到底什麼時候可以走出這個黑暗的隧道 所以這個時候這個創業者的心情是 是很孤獨的 沒有經過創業的 不見得能夠理解 對 就是像Simon講的 第一個你要有熱忱 對 然後你要 有團隊 要夠有堅持 要有不忘初衷 我覺得這個就是 創業能夠持續的 品牌能夠持續下去的 三大元素 對 今天剛才邀請到 普世購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 林昆平 Simon來接受我們專訪 謝謝Simon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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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